《上门龙序》第3275章 我的便宜不好站 把他的手接上 李亚玲听到叶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整个人已经经得目瞪口呆 他知道 叶晨有这个能力 可以帮助那个吴书航断手重生 可他知道的办法 便是神丹一般的重塑丹 于是 他下意识地问叶晨 叶先生 您 您是打算给那吴书航一颗重塑丹吗 对 叶晨笃定地点了点头 笑道 只有重塑丹 有这个能力 让他的断手重生 李亚玲忍不住问 那是不是重生一只手 也需要一颗昂贵无比的重塑丹 叶晨点了点头 道 哪怕只是重新 长出一根手指 也需要一整颗重塑丹 你可以理解为 只有一整颗重塑丹 才能够激活身体再生 至于再生多少 都是这一颗丹药的范畴 类似自助餐的 餐费 吃多吃少 都一视同仁 李亚玲下意识惊呼 这也太浪费了 这人毕竟是吴飞燕的后辈 给他一颗丹药 也不可能收为己用 又何苦浪费呢 说吧 他又赶紧解释道 叶先生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 这么昂贵的丹药 用在敌人身上 属实有些惋惜 李亚玲自己亲身体验过 这种丹药的神奇之处 别说让一只断手重生 就算是像自己那样 浑身都被打成了筛子 也依旧能够重塑一个 完整健康的躯体 叶陈药是把他拿出去拍卖 恐怕价格 要比回春丹还要高得多 用在一个敌人身上 确实爆点天物 叶陈却是一脸淡然地笑了笑 说道 这种丹药虽然价值可能非常高 但是药效确实有些惊世害俗了 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拿去售卖 可是这药我手里还有不少 平时吃它也没什么功效 拿出一颗来让吴飞燕郁闷郁闷 还是值得的 李亚玲一时间不知如何表达 只是叹气道 叶先生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吴书航的左手 一定是吴飞燕让人斩下来的 您又用丹药给他续上 吴飞燕未必就会真的有什么情绪波动 说着 李亚玲又到 还有那个吴书航 您帮他把左手重新长出来 他也不敢瞒着吴飞燕 肯定会第一时间告知他 吴飞燕 如果怕他有一心 很可能会直接把他替换掉 最后只怕白白便宜了那个吴书航 叶陈哈哈一笑 说道 李探长你放心 我这个人不那么容易让别人占我的便宜 朋友和亲人还好说 敌人是万万没机会的 这一切我心里有数 你就尽管放心吧 李亚邻间夜城如此笃定 便知道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于是便不再多言 由于纳布勒斯的虎奔军 和尼日利亚的萧棋卫 已经明着来了摩洛哥 他们的踪迹对夜城来说 也就不再是什么秘密 找到他们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吴书航此时正在摩尔贸易的 一间办公室内 与袁承泽商讨接下来的对策 吴书航知道 自己这次来摩洛哥 肯定瞒不过敌人 如果对方真打算铲除自己 自己和身边的袁承泽 还有那些虎奔军 也未必能够敌得过他 不过 吴书航也不敢不来 本来摩洛哥的驻地被突袭 就已经是一大失职 宋如玉还因此失踪 就更是错上加错 英主虽然只是命三大长老 斩断自己的左手 但吴书航也怕 这只是英主的缓兵之计 万一英主逾气未消 等过了这道坎 早晚还是要收拾自己 自己主动请英道 最危险的地方来 其实就是想向英主表明忠心 好歹也为自己挽回点印象 虽然这样多少有些危险 但也总比在尼日利亚 坐以待逼要强得多 要真是死在敌人手里 一定比被英主处死要好多了 毕竟死在敌人手里 便是位破清 会和英主尽忠 英主自然也会提醒继任者 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不像自己的大哥 人死了 尸体就地掩埋不说 妻儿老小全都被软禁 而且是终生软禁 哪怕是几岁的孩子 也会一直软禁到死 吴飞燕虽然不会下令杀了他们 但也不会让他结婚生子 留下血脉 袁承泽此时多少有些担心 他对吴书航说道 大都督 我们在此地坚守 如果敌人寻上门来 三大长老根本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赶到 届时恐将无力迎敌啊 吴书航不愿对袁承泽 说出心中真实想法 便一脸坚定地说道 摩洛哥的事情 我本就负有直接责任 若再不全力弥补 有何颜面去面对英主 袁承泽道 属下也愿为英主尽忠 只是担心白白牺牲 若是大都督亲自充当诱饵 三大长老若是能秘密赶来埋伏等候 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 吴书航摇头道 你不懂三大长老的意义 一旦他们出了任何问题 将来再面对这样的敌人 就只能英主他老人家亲自出马了 所以对英主来说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让三大长老冒险 敌人明显比想象中更狡猾也更强大 三大长老若是悄悄赶来 谁埋伏谁还是另一说 袁承泽点点头 道 那属下暗中多埋伏一些虎奔军 尽最大努力保证大嘟嘟您的安全 吴书航苦笑一声 袁参将费心了 袁承泽恭敬道 都是末将分内之事 吴书航叹了口气 道 袁参将先去忙吧 容我休息片刻 好 袁承泽道 大嘟嘟有事尽管吩咐 没什么事 属下便不来打扰了 见袁承泽转身离开 吴书航由于片刻 还是叫住了他 开口道 袁参将 辛苦你帮我一个忙 袁承泽立刻恭敬地说道 大嘟嘟请吩咐 吴书航道 你去卡萨布兰卡市区一趟 看看有没有能买到的甲汁 帮我寻一个回来 左手袖口空无一物 感觉别扭 没问题 袁承泽立刻说道 属下这就去看一看 现在离天黑还有些时间 想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大嘟嘟切莫出门 好 吴书航点点头 带袁承泽走后 他下意识地撸起左臂的衣袖 那整齐的窗面 从衣袖中暴露出来 如医学标本一样的断面 令他下意识一阵干呕 他不由喃喃道 不知此生还有没有机会 让左手重新再长出来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